非洲的女性隔离是什么意思? 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,每个地方都有各种专属的文化习俗出现。 比如,非洲的女性隔离,那它是什么意思呢? 隔离分为男性隔离和女性隔离两种,非洲的女性隔离却完全是一种自残。 故地是割除一部分性器官,以免出其性快感,并且确保女孩在结婚前仍是处女,即使结婚后也会对丈夫忠贞。 在非洲某些部落,女孩子到了七岁便要施行隔离,把下体的阴地切除。 此类隔离经常由自家年长女性执行,过程中不仅没有任何麻醉措施, 而且,所使用的器具可能是铁片、菜刀等,也不会清洁消毒。 因此,很多女孩在行隔离过程中,便因失血过多或事后遭感染之死。